支持者及通膽政友热情欢呼 英国反对党工党籍的现任伦敦市长沙迪克汗 5月2号顺利拿下第三任期 先年53岁的沙迪克汗 是西方国家首位穆斯林首都市长 而他再次交习了执政党保守党夺回伦敦的希望 事实上工党这次赢得轻松 反而对保守党苏纳克政府来说 是一场不及格的其中考 英格兰及威尔斯的地方议会级首长 都面临超过40年来最差的选举结果 英国选民似乎担心已经阻隔14年的 保守党换汤不换药 针对英国大选的大多数民调中 保守党目前都落后工党大约20个百分点 工党党魁施凯尔如今看似下届有望掌权 苏纳克可以决定大选的时间 不过英国国会先任议员是在2019年选出 一任其计算 投票日不能通过2025年1月 金新闻综合报道